今年来到台东的游客人数 在台东县政府观光旅游处统计资料 今年5月陆客团人数是11万437人次 6月减少成为7万2480人次 但是陆客团减少 东海岸游客人数却没减少反而增加 台东县政府也表示 推动观光不会是以陆客为主要的目标 反而是走国际化吸引 民宿业者与饭店业者也提出他们的看法 其实有时候危机就是转机 发现其实在陆客减少之后 反而自由行的客人变多了 像我们自己在创业草创初期 我们有做过试调 那时候大概是在去年的11月 那时候就已经知道陆团会逐渐的减少 所以我们一开始 我们并没有把它锁定在陆客的这个部分 我们反而把面向拓展到 像是新马一带港澳 还有就是国内游客 那我们发现呢 其实是从我们四月份创业到现在 开业到现在 其实我们的业绩都一直是维持在 七成五到八成左右 虽然人家说五六月是淡季 超淡季 但是我们的业绩一直都是维持在这里 台东的多样性资源应当算是维持 而且也是最容易吸引我们亚洲区域市场的喜好者回到台东来 因为台东应当是在对境外进来的人 他认为台东会是一个 Fed in Gain 就是一个那个宝 尚未发掘的一块宝石 这样的一个度假点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那饭店观光产业未来也是我们整个整体的国家的整体的一个主要的产业之一 把国际吸引带到台东 用台东的特色结构与在地文化连结 反而可以创造出更多吸引游客来到台东玩的吸引点 大家都很看好台东未来的观光发展 期盼一起努力创造美丽的新台东 东太宣布的综合报道